世界杯告一段落结束了,对于中国的各地球迷们来说,尽管没有我们国足,但是那么多焦点比赛也算是过了靶影,大把眼福的同时,也看到了我们与这些世界级球队,这些世界级球星的差距,我们能做的只有正式差距,做好我们自己的联赛。 说到自己的联赛,没错,中朝即将开打了,就在今晚,中朝防守大战即将打响,由上海上场做客山东,去挑战山东鲁能的比赛。 本场比赛可以说是焦点颇多,一触即发,两队实力相近,很难做出绝对的预测和实力判断,风格不同的打法也让本场比赛的场面一定非常精彩。 上海上场方面,夏季转会不以原,还疯狂爱苏有二三球员,导致俱乐部总经理和主教练成为了球迷们的重视之地。 这样的不足为的夏季转会窗,要很多球迷担忧下半赛季上海上场的表现,能否如愿拿到一个冠军,依靠阵容打天下的的佩雷拉。 战术半个赛季不变的佩雷拉,在赛季出取的优异战绩,但是高开低走,十轮过后,明显绿不从心,不轮化的毛病,成为了上纲主帅最大的短板。 夏季过后,人员不增伐且,不知道何来的自信,能够应对七八月份的魔鬼赛程。 反观鲁能这边,面对火力强大的上海上岗,他们并不畏惧,本身自己也是并列防守的同时,防守端也比上海上岗做的要好。 面对上岗强攻,利用快速反击打穿上岗,最近平反路人的后绑,对于鲁能来说这就是取胜的良机,因此山东鲁能会采取稳固防守,刺激反击的办法,拖住上海上岗的进攻,打乱他们的节奏。 另外,在夏季,鲁能进行了万元补强,能否成为关键点出现在比赛中值得期待?究竟是火力全开的上岗再取三分,还是能守反击犀利的鲁能赢得帮手大战?今晚我们拭目以待。